两岸快评 亦取评 亦取义 大家好 我是昆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更要有新作为 新发展 新气象 作为今年以来首个大型的两岸文化交流系列活动 合璧十周年纪念活动 以化合 梦园为主题 充分体现了两岸同胞在弘扬中华文化 传承民族精神上的共同追求 纪念活动鼓舞着两岸同胞 特别是青年人 怀着满满的文化自信 自发地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纪念活动也激励着两岸同胞 特别是青年人 同心共会新时代的富春山居土 并肩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在纪念活动中 两岸青年和基层代表 通过中国台湾网的镜头 讲述了各自在大陆求学创业的点点滴滴 十年来 这些真实的故事 清晰地勾勒出一幅现代写实版的富春山居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五千年接电之下留给两岸同胞 特别是青年人的宝贵文化宝藏和精神矿产 岛内台独分裂势力 企图削弱甚至割裂两岸文化血脉联系的图谋 终归是徒劳的